记者刘婉军台南报道,大台南国际音乐大赛今年迈入第19年,每年除了吸引许多国内参赛者报名,近年来还有马来西亚、新加坡、中国、港澳等学校组队参加用音乐进行新南向交流。 大台南国际音乐大赛由台南市音乐协会与台南市文化局合伴历届发掘及培植出不少音乐优秀人才,如获得罗马国际钢琴大赛第二名的张云华,曾荣获英国曼牛英小提琴大赛青年组同牌奖的小提琴家陈宇婷,曾获美国助力小提琴协奏曲比赛首奖的魏静怡, 7日将与柏林交响乐团同台演出的钢琴美少女无疑会等。 台南市音乐协会理事长沈明贤表示,比赛每年都有新加坡、马来西亚及中国家门、上海、北京、天津等地的学生参赛大会都会与比赛前一天举办联谊音乐会, 安排台南的永福国小、大成、后甲、复兴、崇明国中及台南女中、民俗国乐团等与这些国外学生以乐会友, 彼此观摩交流,每年寒暑假也会组团到中国、西马、日本等地联谊交流演出。 2018大台南国际音乐大赛将于3月17日开始举行,即日起至17日受理线上报名, 今天的记者会上东区复兴国小弦乐团也现场演奏。